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是不是都是来参加这次佛气的 是不是明天都要离开 这次佛气 七十天也很殊胜 今天功德圆满 圆满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希望我们把在佛气当中 清净心 信心 怨心 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切时 一切处 都应当保持而不失去 这才是真实的功德 如果在念佛堂 心里面有佛 离开念佛堂 佛就忘掉了 这只能说是在阿赖耶识里面中一点上根 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所以念佛在这一生当中是很难获得的 所以念佛在这个地方只能够说是学一些仪归 学一些道理 一定要长远地保持下去 这几天 世界局势 非常紧张 战争一出即发 这个战争要是爆发 是人类的劫难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跟这个相比 那么我们过去在许多宗教跟古老预言里面讲 这是末日战争 世界末日 是非常恐怖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详尽方法来组织 看这个情形非常困难 有很多同学来问我 我说我们今天唯一的方法 诚心诚意念佛 将念佛的功德回向祈求世界和平 希望佛力加持 使这次战争能够幸灭 除此之外 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继续